大家好,我叫雷慧怡,我是来自河北工业大学与北豪森应用技术大学合作项目的学生,现在在北豪森读环境回收技术专业。 在2016年7月的时候我来到北豪森,然后学习了三个月的德语,之后通过了语言考试,然后在10月的时候进入专业学习,然后明年即将毕业并同时获得中方和德方的两个毕业证。 在德国学习期间最令我感兴趣的部分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 可以现在看到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有非常多充足又先进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老师们的悉心指导,我们也可以将讲座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实际操作。 另外呢,让我觉得跟中国大学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学习最后会老师安排许多工厂参观实习,然后通过在工厂参观实习,我们可以将理论知识看到在实际中是怎样运用的。 再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